但賣友這一部分 嗯 所以差不多了 我們再說721 721 我懷疑那個律師 那個辯護律師是有聽我們節目的 我們昨天不是說的 一號黃庭 我們平時以前看一號黃庭 我們說什麼 如果那個控方問問題有引渡性 那個辯方就會走出來拍桌 Objection 我反對現在控方問一些引渡性的問題 但如果問引渡性的問題 法官那怎麼辦 你向誰Objection 我猜不到 即是現在那個余家豪辯護大律師 我竟然敢這樣做 Objection Objection的結果是什麼 我們待會說一下 好像連登仔好像圈了出來 是啊 很好笑 很好笑 好了 我們說回 其實余家豪 我們昨天說好像阿信 好像這個 嘩嘩看天下的阿信 以前在無線玩嘩嘩看天下的阿信 大家搜尋到的 現在的問題 那 他這張照片 是他代表作的 他是小柔 他是六個人裏面 六個被告裏面 就是他比較勇的 他認了自己之前是參與過示威 然後進來 他又說他自己是保護那些人 他起碼比起林卓廷更加積極的 那麼說 如果林卓廷也有罪的話 這個人就很難走得掉 其實是 因為林卓廷相對於他來說 沒有更多理由去辯護自己 因為他這個角色是配到監警會報告 是 他配到現在 陳廣池他需要的劇情 因為他不需要 那 好了 昨天我們就是講這個畫面 在襲擊裏面 你見著那些白衣人 向你那些 即是向裡面 雜內人士挑釁 是吧 過來 出來 打你 這樣 不知道他怎樣 他就說 來啊來啊 Come on 這樣 好了 今天就是主要講這個問題 去到Come on 然後 今天那個 陳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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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問 哇 你什麼事啊 你這樣的樣子 你張開眼睛嗎 那我當然張開眼睛 你平時不是睡覺 就會張開眼睛 真是傻傻的 余家豪就說 當然有啦 那 控方自己知道自己狠狗 說錯話 不是 你是增開眼睛 挖開眼睛 大概這個意思 然後有人說 你是不是平時的眼睛都是這樣 然後余家豪就說 我對眼睛大小 一向都是這樣 他很聰明 會說大小 不是說什麼瞳孔放大 這些東西 那他控方就繼續在問 你的眉毛向上挑起 哇 你老母 向上挑起又怎樣 你用不用FBI的表情解讀 余家豪也沒有去扶 就是說 我平時說話的時候 面部是會有動動的 是吧 控方自己就抓住他 說 余家豪你當時 也有雙手放在空前做出動作 招手動作就是這個 來吧 來吧 這樣 我是這樣做 那你平時說話的時候 情緒 你說話的時候 情緒被平常激動 就是你現在這個畫面 是不是被平常激動呢 他說 不是平常聊天 是白衣人這樣恐嚇我們集內的人 我不想讓他們知道我害怕他們 弱過他們 不是那麼怕事這樣 你表現 兇兇一點 是不是 他這樣說 裝兇兇兇 不是 你增著眼兇兇兇一點 他就是要說 現在你控方就是要說 他比白衣人還要說 這樣也可以 這樣才能配合不同政見人士爭執 是啊 就是想這樣 因為他就是一個人版 余家豪 沒有這樣的想法 沒有說增著眼兇兇兇一點 說話的時候的樣子是會有變化的 這個時候 控方大法官陳廣池走出來 陳廣池就問 你有手部動作 又拍手又掌心向內 代表什麼意思 然後我就叫他 夠膽就過來 Come on 但是拍手 沒有刻意作用 我示範一次 Come on Come on 你說打 就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也有一些助言的氣氛 我昨天也有解釋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我們不可以示弱 因為知道一示弱 這一群狗就一定會走過來咬咬你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保護自己的方法 你可以這樣解釋 但現在陳廣池不選擇這種解釋 這種是江湖智慧 你示弱 黑社會 只會踩到你上心口 對於黑社會 黑社會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欺善怕惡 一般黑社會流落都是這樣 你收錢做事更加是 所以 這個人在元朗大 自然明白這個道理 然後說 其實我這樣說 或者這樣說 我要解釋得很簡單 可惜我不是余家豪的辯方大師 李白秋 你好 我看得我的眼睛很大 代表我瞳孔放大 那什麼意思啊 醫學上 biologically 是有個解釋的 當一個人 面對危險的時候 腎上腺素會飆升 英文叫Agenolene 令到你自然的瞳孔會放大 為什麼呢 瞳孔放大 就要看清了 四面八方所有事情 令到自己 可以集中精神地 吸收到 畫面上所有的資訊 當你在打仗的時候 四面八方都可能有冷戰的時候 那你瞳孔當然要放大 要看清所有環境 就是這樣 你面對威脅 因為是 某程度上 你是集中精神 是啊 是集中精神 這個其實應該要找專家證人去說 如果你要說的話 就是心理醫生 解釋一些很基本的事情 很簡單的常識 你讀過bi-a-level 你都知道 那好了 跟著她說 喂 你看到的表情是很興奮的 就是她說什麼 跟著陳冠詞 你面容好像很興奮 興奮到你女友推開你 你手撥開她 你面容在笑 愛人看起來 是興奮狀態 跟著她說 不是啊 我表情興奮 看上去可能是 但是 在表達我 是不害怕的 而已 我推開自己的女子 就不是我女朋友 你的sorry 推開是不是旁邊這個 是呀 叫她不要跟她們鬥 那類 大概是 但是 其實後面這個女子 可能是坐正了 後面有人想拿著你自己去挑釁 其實我想 我想她是想 去引導一個這樣的答案出來 那好了 跟著 辯方 聽到這裏 陳廣池就說 不好意思 不要緊 認錯了那個女朋友 但是聽到這裏的時候 我們都很明顯知道 根本上是引導性的言論 引導性的話題 這個時候 李百秋 辯方大律師 Objection 喂 興奮的意思 這裏的覆蓋範圍很大 很大 你是不是要這樣 引導她 這樣的方式 哇 跟著 陳廣池 我不同意這個引導 我不同意你說我引導她 我是法官的角色在問她 被證人解釋糾正 這樣 那裏 那裏 大國官 剛才一直的發言 尤其是問 究竟你是不是興奮 這些很明顯就是 想引導 余家豪去某一個方向 他當然是 也就是暗示了 那個官已經是幫 已經是自動篩走 所有有利於余家豪 他去解釋余家豪 他那個情緒狀態的 那個解釋 那其實很嚴重的 你說他引導性是合理的 當然啦 剛才我說的 腎上線素的問題 其實最多只能夠在 辯方大律師那裏自己說 因為不可以由 余家豪自己說 我感覺到 我腎上線素飆升更加 這個你要靠 專家證人 或者旁證去說 找一個相對客觀的第三者 去說會比較好 但問題就是說 本身客觀的第三者 是法官來的 法官要考慮這個觀點 但現在不是 他竟然引導你去 你說很興奮 千方百計要迫到你 要答裂回應 很興奮的問題 還有這些東西是很基礎的 一個法律題就是 疑點利益歸於被告 你說當時余家豪的 精神狀態是一種疑點 而這些疑點 我們應該是要傾向於 解釋余家豪當時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第一是江湖智慧 第二是他要集中精神 而不可以說他是興奮 他是準備凹 他是準備凹 一些白衣人 不可以這樣 是啊 那好吧 那 就 Objection 之後 怎樣 喂 我不同意你 說我禁止他 我法官的角色在問他 但你在問一些 引導性的問題 什麼糾正 我就算糾正 你考不考慮 你這樣禁止我 都說了 你排除了很多 對余家豪有利的疑點 是啊 他又反對 辯方大律師說 喂 你似乎在那裏下人歡喜 你自己都經常搵人家 什麼什麼叫你自己 經常搵人家 喂 李百秋 余家豪的辯護大律師 多可去搵人家 搵到誰 我真的不知道 昨天都去講 李百秋的那些提問 很多是一些很現實的東西 是啊 他又控方又問 繼續問 喂 餘家豪 你是不是處於很興奮 很開心 叫人進來的狀態 這句說話 哎 法官你都不適合問 給我問 喂 我是控方 你給我做 我想他現在 給我一個幫我 我來射 這個 球證不用射 全幫 你老母 給我一個幫 很好笑 那麼 控方又問 你要大聲喊 才可以辦到不害怕的效果 余家豪就同意 我比平時大聲的 至於是否叫人進來的狀態 我是否想很興奮很開心 別人進來 我就很興奮很開心 余家豪就說不同意 控方之後又說 喂 你的表現是對立和反抗 就是他覺得你這麼興奮 你是對立和反抗 余家豪說 喂 我只是想阻嚇那些白衣人衝進來 那余家豪呢 就是繼續在這裡說 早前就說 就留在站內 要和其他人互相保護 是嗎 那控方就說 他留在站內 要和其他人互相保護 這樣 那 控方就追問這個問題 你不會一個人對抗 閘外二十至三十個白衣人 他說 喂 如果只有我一個的話 我轉身就跑了 因為當時有女朋友 有老的婦孺 廁所裏面有受傷的女人 我不可以轉身跑了去 我要做一個做男人應該做的事 嘩 幾小可 香港 講男來講 有幾多人可以說出這些說話 但是 陳廣池聽到一番 這麼異正詞嚴的說話 竟然 喂 你這樣說有一點性別歧視 這些就叫想像力豐富 這樣也可以 你見不見到 不是有個女朋友在保護你嗎 不只是男人才可以保護到人 女人也可以保護到人 雖然你這個概念 不是第一次講 你真是 你想想 多麼神經病 這個陳廣池 單純 challenge 余家豪 什麼 性別定型 是嗎 性別定型 所以我覺得她的樣子很像 Frankie 你不要這樣侮辱 她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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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問 喂 余家豪 是不是跟其他人一起對抗 然後余家豪 我不會用對抗 你就是說 我有共同目的的話 因為我們都是受害者 需要大家去保護大家 後面的市民不停打999 空方又說 余家豪是依賴集內人 成為一個群體 一同行動 就是要咬住一同行動 就說你有共同目的 互相對立 互相暴動 是不是這樣 其實她的劇本就是這樣寫上 然後余家豪就知道她這件事 我不認為我們有合作 空方最後就說 當時余家豪和集內人的群體有行動 有群體行動 一同留守 並且互相壯膽 增加聲勢 你媽媽 怎樣叫互相壯膽 大家互相守望 其實個個都怕外來威脅 是這樣的 互相壯膽 增加聲勢 增加聲勢做什麼 有武器嗎 有棍嗎 舉傘 真的很瘋 你越聽越火滾 還有其他 補充一下 就是舊阿Rock的情節 另外教阿Rock的情節 控方也有問她這個問題 她說 那裏有人被白衣人圍 其實和你一個人沒有關係 控方有問她 你做什麼好管閒事 做什麼做炸糧 阿Rock被人丟 關你什麼事 然後她說 如果要救人的話 後方也會有人衝出去救 她說 我心急去救人 我沒有想到那裏附近的人 會不會救她 還是袖手旁觀 我相信未必人人都會這麼勇敢 因為那個環境 如果我走過去林桿的話 我是很大機會被白衣人打中 都是需要一些膽量的 但是這個 其實 這麼高尚的情節 你不怕 白衣人黑社會的威脅 你自己真是救人 而這個陳廣池 在那裏面 你又見到他 在那裏面 他可以這樣說 有什麼問題 你這麼有膽量 你就不知道 其他人有沒有這樣的膽量 是啊 你會不會低估了其他人 都可能是的 去到不止我一個人 去到不止我一個人 救這位黑衣男士 其實你都要 就是 多人才能救到他 一個人是救不到 Roc哥的 是嗎 是啊 大概是這樣 今天金進721案 其實就是follow up 他的心態 和林卓廷的心態 是有不同的 是啊 有網友就說 傑佬說 那個官應該回大陸 是嗎 回大陸 就沒有這麼尷尬 回大陸 其實 起碼不需要這麼公開審訊 你不會有這麼多網媒 去報導你的秘書 是嗎 今時今日 陳廣池都不怕這些事情 在他的角度 對 蓋倫說 感恩神 被一個這麼尷尬的法官 給香港 那你就是說 香港人就是 值得的 不應該這麼說 我覺得是 我反而 我幾 我幾 很敬佩這位余家豪 其實比我 就未必做得出的 是嗎 害怕的 很正常的 你會落單的 你會落單的 他 他是 他是堅以勇為的人 是嗎 他有這麼多心 他覺得自己是個大男人 雖然他身形單薄 他高 但是他身形單薄 你看到很多人 就算大直 都被人打到豬頭 露哥健身 是嗎 好了 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回來再見 拜拜 拜拜